金融市長謝國良 23號上午召開記者會 要求前市長林又昌 要在24小時內公開道歉 現在整個社群的網路 包括側翼 綠媒 都在說這樣的事情 這種對我個人的人生攻擊 已經慢慢開始在擴大 我絕對不能忍受 這幾天我的家人太太 憂慮到睡不著覺 因為針對我被說有吸毒 感到非常的難過 我們也很憂慮 假如別人繼續像林又昌這樣子 不時指控 並且貼標籤 那我們要怎麼面對我們的孩子 所以我在這邊 要向林又昌提出嚴正的抗議 我要強調 我絕對沒有吸毒 我現在要求林又昌 請你公開地說清楚 我到底有沒有吸毒 若你認為我有吸毒 請你直接講清楚 不要抹黑 若你明知我沒有吸毒 你還這麼做 我要求你 請你親自的跟我道歉 林又昌 我給你24小時的時間 我必須要為我的個人 為我的家庭 更為了整個基隆市政府 站出來澄清 基隆市長 絕對不是一個拉K吸毒犯 請民進黨側議 不要再指控 基隆市長謝國良 是一個吸毒犯 所以我再一次的強調 我給林又昌24小時的時間 來回答這個問題 並親自向我道歉 假如他不回答 我會考慮去醫院做自清 然後採取法律行動 控訴林又昌 針對外界質疑 東岸合約內容 與勤費和變動權利金 市安府發言人余志明 透過直播進行兩點澄清 最近有許多的政論節目 在抹黑 說2000萬元的輿情費 是流入到謝國良市長的小金庫 那我們在這邊也特別 跟大家在此澄清 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抹黑 還有非常不正確的不實訊息 首先我們先澄清的是第一點 它不是每年2000萬 它是一年100萬 然後20年才是2000萬 而且這筆費用它是進入到金融市政府 而絕非是私人的金融帳號 在此嚴重的辟謠 第二點就是外界所謠傳的輿情費 早在媒體揭露之前 我們甚至不知道有輿情費這一項科目 在這份契約合約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2000萬元的正式名稱 是什麼呢 我跟大家說明 是提升服務品質經費 我這裡剛好有一份契約給大家看一下 這筆費用過去是用於硬體設施 還有議員里長的建議設施 然而卻被抹黑說是輿情費 這就是一個斷章取義之下的結果 這內容當中出現了什麼呢 我跟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當年林宥昌市長任內所簽訂的合約 就是東岸商場的合約 期間是105年到109年的 我們特別把它框了起來 為因應委託營運期之 輿情反應科技發展政府政策及其他提升服務品質措施 這是林宥昌市長的合約 這個是我們日內的合約 為因應契約期間 致輿情反應科技發展政府政策及其他提升服務品質措施 這文字內容長得是一模一樣 完全都沒有改變 所以這個輿情費很顯然就是被有心人士刻意的斷章取義之下的一個結果 所以說在104年內 在104年就林宥昌市長任內 就有人說是這筆錢是小金庫嗎 那這筆費用是不是也會流入到林宥昌市長的小金庫呢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嚴重的疑問 那接下來我們也問一下 到左邊